游轮已经把门关起来,准备开走。 直接开住游轮离开。 影片曝光,超过110万观看次数,网友们都看傻眼,支持船长的决定,乘客本来就要准时,综合外电报道,事情发生在本月15日,这艘停泊在巴。 哈马首都拿索拿骚的美国皇家加勒比海罗亚尔卡里贝恩游轮正准备离开,这对情侣却错过了下午3点半的登船时间。 当游轮下午4时15分已经拆除闲梯,也关闭,情侣两才出现,手上提住购物带,频频挥手示意自己还没有上船。 这时大迟到的情侣总算出现,像是招工车一样示意自己还没登船。 图,翻射自U2,雷尔福卡斯步步,情侣两边挥手,边跟着游轮跑,接着走向船尾,雨。 船员理论应该要宰他们,然而船员不愿理会,便拒绝为他们停船,游轮就如此慢慢驶离岸边,留下迟到而沮丧的情侣。 据了解,这是七天游轮旅程的第六天,这艘游轮即将回到迈阿密,如果这对情侣要改搭。 飞机回到迈阿密,就要另外购买180美元约新台币5540元的单程机票。 团长完全不想理,直接把游轮开走,留下这对迟到的情侣。 图,翻设自YouTube,雷尔福卡斯影片曝光,超过110万观看次数,网友们纷纷留言,这些行程都是早就安排好的,如果游轮要等待每个迟到的人,那么大家都永远不会离开港口,其他5000多人都可以准时回来,你也可以,他们应该现在住在哪所吧? 令我感到困惑的是,朋友们如何负担得起游轮却买不起手表,那是游轮矮,又不是公车,有些人总以为全世界都围住他们。 还有网友表示,那艘船载有5518名乘客,其中有5516人能够按照指示上船。 如果我是船长,我会出发时向他们泼水,我不会为这样的人感到难过,你明明有足够的时间准时回到船上。 不尊重规则就是要得到这种待遇,当游轮在下午5点离开时,就应该在下午3点回到船上。 爱迟到星座排行榜,第一名超意外金牛网友喊冤,我都提早到的。 只关心自己,研究,从约会时间揪出自私人,烂对象别交往。 中文字幕已经结束了。 我们也应该追加了。 谢谢。